目前,英国成了众矢之地,全球共有4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始对英国实行旅行禁令。 原因很简单,就是目前让人闻风丧胆的变种新冠病毒。 当人们对现如今在被大规模传播的第一代新冠病毒还束手无策, 疫苗刚刚诞生还未产生免疫效应之时,传播性更强的变种菌株应运而生。 COVID-19看来势必要与人类死磕到底了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面对病毒的变种,我们该如何有效预防。 同时,这个变种病毒到底有多么的可怕? 随着对英国实施旅行限制的国家列表的增加,世界卫生组织也开始评估风险。 该组织紧急事务发言人麦克瑞安说, 新的变种菌株是新冠大流行演变的正常部分,并非失控。 这与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前日的说法矛盾,那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呢? 根据BBC的报道,新的变种病毒已经在英国首都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迅速传播。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六19号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新的第四级严控防疫措施, 取消了原定在圣诞节期间放宽限制的计划,影响了数百万人。 由此可见,变种新冠在英国虽说没有到失控,但确实也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。 英国卫生高级官员称,没有证据显示新变种病毒更具致命性,或者对疫苗的反应不同。 但事实证明,此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快了70%,所以如此高的传播性流窜至世界各地也是轻而易举。 那我们该如何有效防护呢? 说起这次英国变种新冠的传播,最危险的或许就是周边的欧洲各国了。 比如丹麦,已经出现了同样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。 随后,瑞典禁止外国旅客从丹麦进入国境,在澳大利亚、南非、意大利和荷兰也发现了该新军株。 某些国家因此开始禁止南非旅客入境。 荷兰表示,在周六英国宣布变种病毒以及扩大封锁的几个小时内,将禁止所有从英国出发的客机飞抵荷兰。 直到2021年1月1号,当地周日20号晚些时候,荷兰又表示,将禁止从英国抵达的杜伦乘客,货运将继续。 距离英国最近的法国从当地时间周日午夜起,将与英国的所有交通管道,包括货运卡车暂停了48小时。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卡车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运行。 回应法国禁令,英法海底隧道称,从当地时间周日22点起,暂停车辆进入福克斯通码头,前往法国加莱,已经预定周一旅行的人可以获得退款。 火车仍将从加莱开往福克斯通,由于法国的限制,位于英国多佛前往法国的杜伦码头现已关闭,所有与英国出境的交通将带进一步通知。 在德国,交通运输部的一项命令称,周日午夜过后,英国的飞机将不允许降落,货运是一个例外。 比利时从周日午夜起将暂停从英国出发的航班和火车抵达至少24小时。 意大利将封锁从英国出发的所有航班,直到1月6号。 该国卫生部周日称,在意大利也发现了第一例英国变种,患者在罗马处于隔离状态。 奥地利将禁止从英国起飞的航班。 保加利亚从午夜起暂停了往返英国的航班,但是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短期措施不同, 保加利亚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月31号。 土耳其和瑞士一样,暂时禁止从英国出发的所有航班。 但是,目前感染病毒最多的美国,似乎还没有任何针对英国变种新冠的行动, 丝毫未对英国游客采取任何禁令,依旧沿用病毒检测只要是阴性便可入境的政策。 看来,美国真的是已经破冠破摔了。 上千万的病例下,再多个几万例变种新冠又何妨呢? 实际上,变种病毒的可怕之处,美国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。 新变种病毒首次于今年9月被发现, 11月份的统计显示,四分之一的伦敦确诊案例来自该变种病毒, 到12月中旬,这一数字已经接应三分之二。 由此可见,变种病株的传播速度快到令人发指, 它不仅在迅速取代其他新冠病毒版本, 并且它还能影响新冠病毒突变,从而大幅度地提升感染力。 虽然尚无证据表明该变种病毒更加致命, 而且目前至少可以观察到, 已开发的疫苗几乎肯定会对它起作用。 但是别忘了,小编刚才提到了, 该病毒均株异常地具有高度突变力。 所以,可以预计,迟早有一天, 该病毒发生了一些突变, 避开了疫苗希望对其产生的抗体作用, 使疫苗失去功效。 到这个时候,或许现如今世界各国对控制新冠疫情所做出的贡献, 将会彻底功亏一篑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。 我们下期再见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